文章来源 自由时报 在乌克兰首度攻入俄罗斯领土 乌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英国金融时报FT13日根据所看到的秘密文件指出 俄罗斯已训练其海军使用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瞄准欧洲各国目标 比变在于北大西洋公约NATO发生冲突时 能够采取压倒性打击 FT指出 俄国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 就在为俄国军官提供的简报中 附上远至法国西海岸和英国英格兰北部 巴罗因福内斯 Barrell Infernes等遥远目标的地图 在西方消息人士最新向FT展示 俄国在2008至2014年之间制定的文件中 俄国更预想与西方的冲突 远远超出其与北约的边界 并计划对西欧进行一系列压倒性打击 包括使用可携带传统弹头或战术核弹头的导弹 俄国官员一直以来不断强调 在冲突早期阶段使用核打击的优势 文件还指出 俄国也保留水面舰艇携带核武的能力 因为海军的高机动性 将使俄军有能力进行突发和先发制人的打击 并可从各方面进行大规模导弹袭袭击 分析人士指出 这些文件与北约对俄国海军长城导弹袭击威胁 以及俄军可能多快诉诸核武的评估是一致的 据了解 在俄国出于展示目的 而非实际用途而制作的地图中 俄国海军舰队对北约成员国共设定32个目标 华府智库史经生中心和政策分析师奥尔博克 William L. Bourke更表示 实际上可能有成千上百个目标 前官员和分析师警告 一旦俄军与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前线国家的北约部队交战 整个欧洲大陆都将面临风险 美国加州蒙特瑞密德博里国际研究学院教授路易斯 Jeffrey Lewis指出 俄国的战争概念是全面开战 且将战术核弹视为潜在的获胜武器 会想尽快使用 据报道 战术核武可透过陆基 海基导弹或军机发射 与瞄准美国的大型战略武器相比 射程较短且破坏力较小 但仍可释放比1945年美军在日本投放原子弹更大的能量 此外文件中也提到示范性打击 一级在实际冲突发生前 在偏远地区引爆核武 以吓唬西方国家 称这类打击将凸显俄军非战略精准核武的可用性和就绪程度 以及俄军使用核武的意图 不过 俄国从未承认这种打击方式符合其军事理论 阿尔伯克表示俄方的想法是 西方对于俄国动用核武的恐惧能够让他们保持沉默 不过 也有专家认为 俄国将核武视为与北约冲突早期阶段的戾气 也可能是因为俄国没有足够的传统导弹 罗威奥斯陆大学和政策博士研究员霍夫曼菲比尔哈佛曼表示 文件中提到 核武和传统武器打击合并 是在向对手传递讯号 表明当前情况正在升温 敦促西方最好开始与俄方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北约计算 北约成员国的防空能力 还不到保护北约东义国家 免受俄国全面攻击所需的5% 和北约的防空能力